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3月23号323 今天跟各位说说中国军费 这军费是干嘛的 养兵的 养兵是干嘛的 准备用的 什么时候用 Somday 昨天的消息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Somday就有一天保不齐 什么时候随时可用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就这意思 昨天消息大家看了没有 美国飞机侦察 抵禁中国侦察 抵禁抵禁抵禁 不断抵禁 昨天的消息是抵到最近 又创抵禁的记录 你说老是有人惦记你们家 是吧 不怕贼头老 怕贼惦记 其实贼头贼惦记 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对我们构成那种威胁 我们在院子里面 你探头探脑 你还磨刀霍霍 弄得炸着呼呼的 在那喊着 弄一帮小哥们来说 随时要给我们一什么什么 那怎么办 我不得不防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打造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 道理是这个 对不对 网上有很多文章 讲中国军费的 我前不久刚刚做了一期节目 专门谈中国军费问题 关于军费问题 我上次谈的重点是假 我们中国的军费和我们国民经济发展 相适应 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 我们的军费不是高了 我们的军费是大体适度的 你们说威胁没有用 你们说我们的军费干不了活 我告诉你说的也不是事实 这个最近我看有一个人呢 有一个人叫李先下士 这个现在的人都起个网名 你搞不清的是什么人 是什么单位 有一篇讲中国军费的文章 讲的挺好 很详实 很新鲜 文章从中国军费预算 这次两会上的透露数字嘛 然后呢 跟各位介绍一下 最近这一个月 十几天的时间里边 我这是第二次谈的 这李先下士的文章讲的固然好 但是我觉得比他讲的更好的是 我们一个台湾省的同胞 讲的更好 我觉得台湾省的同胞 台湾有高人 台湾有坏人 台湾也有高人 高人就研究大陆 有的人还真是脑子清楚 比方说 他就专门谈军费什么问题 军费是个总的问题 人家谈军费的技用问题 就效用问题 军费就同样这么多钱 能干什么事 人家这个人呢 就研究这个问题的 他说啊 虽然 中国军费啊 现在不过是美国军费的 美国军费开支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其实中国军费的技用 就是效用 已经呢 跟美国差不多了 哎 这个观点 对不对 李贤下士呢 也许啊 了解这个 但是没有专门讲 我看其他人谈 都没从这个角度讲 我就是讲的不错 他说 你要打造强大军力啊 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是 你得有科技吧 第二你得有经费啊 你有钱没用啊 你没有科技 你管有钱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但是你光有科技 你没钱 你也造不出来啊 对不对 这有钱 你还有产业链呢 是不是 但是大陆近些年来 是几个条件都具备了 科技 大陆有啊 自行研制的部分 可以理解 西方研究的这个学者呢 往往搞错的地方 就是西方呢 普遍是用 把这个汇率 把中国军费转换成美元 然后再来评估 他们普遍忽略了 人民币实际购买能力 超过美元的名义汇率 也忽略了 中国制造武器的这个成本 事实上远远低于美国的事实 这事其实是明摆着的 但是呢 台湾的研究人员认为 美国人在这个事情上 脑子犯糊涂 意思就是说 中共啊 共军啊 共军很厉害 共军一块钱 顶你三块钱花 大概就这意思吧 是吧 这个 他们认为一个人呢 一个人员的费用 和美国企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比 美国一个军人的费用呢 是中国的多少倍 你猜多少倍 正好三倍 就我们军费 美国是我们的三倍 但是呢 美国军费 哪国军费里面 首先是个人头费 就人头费而言 中国养军 我们只用了美国三分之一的钱 我们现在呢 就现代化的军队 我们就能养了 第二个是设备费用 美国这F22 F22吧 造价多少钱 2.5亿美元 解放军G20 造价多少钱 6亿人民币 你算吧 同样一笔金额 美国只能造一架高端的五代战机 中国人呢 两架再饶半架 造两架半 所以中国军费要扩大三倍 放大三倍 从这个角度 才能窃入中国军力增长的 这样的实际的情形 这个研究者 他到底是出自什么样的目的 这么说 那我们不去管 但是他说这个东西 我告诉你 他提供要思考问题的 很简单的方法 从经济学来说 就是人民币评价购买力 中国人更省钱 能办事 所以呢 中国这些军费呢 放大三倍 和美国人呢 那军费差不多 中国的军费呀 总共是多少 13553亿元人民币 二人大给的那个数呢 是比上年增长6.8% 增长幅度的高低 大家说的太多了 这里面呢 有三个方面呢 需要把它扩清 离一离 第一呢 是这些年军费增长 一直和经济增长的幅度相匹配 具有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不是抽冷子 打摆子 不可持续的 今天上来 明天下去了 没有 恒定 因为经济一直在发展 第二呢 按照汇率计算 中国的军费啊 总额已经达到了 2090亿美元 历史性的跨入了 2000亿美元的门槛 仅次于美国 仅次于美国 但是 还有一个数字 很多人没有注意 我们只跟美国比 我们眼里就跟美国比 可是 知道吗 我们与第三名呢 差距是多少 我们这个数是第三名的三倍 大概规律是 我们的军费开支呢 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但是我们和第三名的距离是 我们是第三名的军费的三倍 就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轮廓非常重要 第三呢 就中国虽然军费总额呢 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 但是含金量却很高 这个说法和台湾研究者 关于这个事情的说法 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实际购买能力很强 这几年大量新式装备的年服役规模 概念啊 年服役规模 就是我们的装备 一年能服役多少 什么概念 已经超过美国 这个地方当然应该鼓掌啊 我录节目的时候啊 小编扛着机器往那一放 说吧 他他都不看我 所以我常常觉得有些寂寞 这地方 这要是锣鼓先天 人山人海 讲到这来下巴不就得 有点呼应啊 所以你自己把手机摔到地上 来庆祝一下 你看好不好 如果有人这么干的话 我送你个礼物 美国2021年的军费 预算是多少 是7405亿美元啊 7000多亿美元 我们是2000亿美元 我们刚突破 人家快8万亿美元啊 那与2020年度的 7380亿美元 美国呢 差不多 差不多持平的 疫情这么严重 经济衰退的背景下 美国呢 维持这样一个军费开支的水平 说明什么呀 说明美国人是太在乎这事了 说明美国印钞机 维修的不错呀 效能不错 说明美国印钞机 大滚筒印钞机 印的都冒烟了 印的都冒烟了 从2020年到 到现在呢 美国 美国多 发票子嘛 村长打白条 就印钞啊 超过6万亿的规模 前面那个老头 2万多亿 后面这个老头 来势更加凶猛 反正美国的经济 你要是不不不 不住强心计 那根本就没有办法 所以怎么办 那就是注水 注水啊 注水 那钱 一部分拿过来 绿票子 才能变成美国的军费开支 不过 即使这样 近年来 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军费开支 武器的实际的更新速度 美国并不比中国强 只说武器啊 只是武器装备 因为军队的系列水平啊 战备状态啊 那软指标啊 战斗力啊 中国军队里边有一条 绝对不如美国军队的 中国军队里边 连牧师都没有啊 美国军队里有牧师 知道吗 美国军队 这条优势 咱没有 咱们只有指导员 但是这些不好比较 所以这些呢 难以量化的东西 我们暂时的不去管它 我们只说 那军费使用效率这件事 军费使用效率这件事 它和货币购买力呢 因素影响很大 你美国呢 用美元印钞机 吐血加持 美国呢 现在要维持这个军力 要继续增加 大量增加 这个增量优势啊 美国其实还是有点难处了 你要维持更多开支 对吧 就算是你能把它打白条 打了白条就全世界收割韭菜 美国要追加更大量的经费 现在也不是闹着玩的 从2014年开始 我们国家每年军舰下水的吨位 已经连续七年超过美国 如果我们下水军舰的吨位超过美国 那就是说 在世界上 你再看看环顾这个世界 下水吨位 隔壁王奶奶说 那叫猪饺子 酸菜馅饺子 白菜馅饺子 羊肉馅饺子 胡萝卜馅饺子 踢了一锅全下 那咱们家锅大 卸饺子就是下的多 连续七年超过美国 有的年份 有的年份 我们甚至比美国那个规模 差多少 达到几倍的优势 要知道 但前几年 我们的军费开支 跟美国的差距比现在还要大 现在是人家三分之一 以前更大 所以你完全可以想象 十四五期间 就是从今年2021年到2025年 我们的现行的军费对比条件下 我们海军的新一轮的造舰狂潮 将毫无悬念的 彻底的碾压 压倒美国海军 有人会说 你这就是打草惊蛇 打什么草惊 什么蛇 这庸人自扰 你因为美国人什么不知道 美国人太知道了 美国人比你知道的清楚 知道吗 这全都是公开的数字 哪有一点秘密 人家那是军事专家说的事 没准涉及到型号之类的 还有秘密 你轮到我说了 还有什么秘密 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 我这是跟美国比 其他国家 讲到军事 这个军费的这个绩效 军费的效用 那看中国 我估计 他的老远老远的 拿望望眼镜 看中国的这个尾灯 这什么意思 简单理解 就是李云龙手下 每个营都配意大利炮 三营长 那意大利炮呢 三营长说 团长 现在每个牌都配了 意大利炮 李云龙的笑应该什么样 这么笑 三营长 你他娘的意大利炮 打几眼了 想几个炮 太金贵了 现在李云龙团长 报告团长 不用喊了 意大利炮 每个班都有 标配 中国武器 现在中国军费开支 现在给我们带来的豪迈 就是这样 当然当然当然 必须得到任何话 都有两面性 很多人认为 你老说海军 中国人民解放 陆海空三军 现在还有火箭军呢 还有其他军种呢 对不对 单看一个军种 当然不能完全是什么问题 毕竟 你你这事 美国 美国没有民用造船业 这很多人不知道的 美国就没有民用造船业 全都出去了 在韩国 在中国 在其他德国 在建造军舰的成本的分摊上 你美国和中国呢 民用造船业的规模 那你美国在这吃亏 这是站到美国角度来说问题 那好 海军的事咱不说了 海军啊 海军司令部的同志 对我不要有意见 我就不说了 现在我马上就说空军 你看空军状备 要论民航 民用航空业 美国厉害不厉害 厉害吧 你没有民用造船业 你美国的民用航空业 全都还有比美国更牛的吧 所以无论是技术啊 还是规模 美国绝对全球老大 空客也不要不服气 那成本分摊应该是不成问题吧 你应该便宜吧 你应该在军用军费的 至少在飞机 航空器 以及和航空相关的武器的方面的 研制方面 成本分摊 你应该比中国强很多吧 表现出强劲的购买力的优势吧 但是强劲购买力的优势 不在美国 而在中国 2020年 美国一共采购多少 80架左右的F-35战斗机 和20架左右的叫什么 叫F-18EF战斗机 但是中国呢 中国 沈阳一民 现在可以起立欢呼了 光是沈飞一架 就交付了大约70架 歼11歼15歼16战斗机 而且是青一色的 双发重型战斗机 小沈阳呢 沈阳的小沈阳呢 还不站起来欢呼 给大家免费唱一段二人转呀 那好 死窜 参都在 今天晚上 必须麻辣火锅全免费 成飞呀 交付了差不多 同等数量的 歼20 歼10C 预警机 轰炸机 还有电战机 还有其他的辅助机 行的 增量 我说的是增量 你说这几年当中 中国呀 也不低于 甚至是大幅超过美军 这一条 美国人知道 这不是泄密 对吧 这样的作战飞机的规模采购 采购规模 这么一笔 你有谁能看出双方的军费开支 中国跟美国有几倍差距吗 美国军费比我们多三倍 军费开支方面 看上去差别不大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这一会再说 咱们再说陆军 再说火箭军 要不然老杰司马南对有的军种比较忽略 你也太自己当回事了 你忽略谁 我们的装备的更新速度 现在稳居世界第一 现在是有目共睹的 火箭军陆军也是一样 我小编老实说 你一期不要说的时间太长 你废话太多 那我就就不说 系列不说了 兼几金官就要的说 再说一个 当然 你不能否认的是 美军在海陆空装备方面 人家有优势 人家原来东西多 原来东西多 原来好东西多 人家好东西存着 对不对 这叫什么 经济学叫存量优势 原来人家存货很多 对吧 中国方面就存量而言 我们是短板 人家是长板 对吧 比方说现在美国 现役的核动力航母 美国多少艘 11艘啊 我们只有两艘航母 还是常规动力的 华越式的航母 核潜艇 美国多少艘 美国68艘 考你一下 你知道美国核动力 核动力这个潜艇68艘 有多少艘 上面发现的 新冠肺炎病毒吗 你不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他们闹过几艘 我 咱们国家有多少艘 我看报道说 二十几艘 二十几艘 你相当于人家三分之一 所以这些优势 都是美国几十年前 高额军费 慢慢攒下来的 但是 美国现在的军费 开支水平 要维持 这么一大摊的家业 用咱们 用咱们小区里面的概念 物业公司概念 物业维修费 大修提成 钱不够了 所以这楼拨就坏 拨力坏了 咱换不了 你们家地板漏了 漏水了 房景 修不了了 没为什么 你像物业大修基金 物业维修费不够了 所以中国 军工部门 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 有信心 再用十来年的时间 对美国海军 对美国空军的存量优势 开始逐渐反超 就是说存量优势 现在依然是你 但是中国有可能 我们慢慢慢慢慢慢的 接近赶上来 乃至出现反超 中国的军费开支 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 但是绩效会这么好 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 要感谢我们国家经济发展 总量增长的前提下 然后我们军费开支 一百分之六的这样 一个比例稳步增长 这是个大前提 经济发展 其次 我们要感谢毛泽西 周总理 为我们打下那个底 独立的官民经济体系 工业体系 以及后来的 我们装备业的水平 工业体系太重要了 第三 那就是全国一盘棋的 分工协作体制 那沈飞造什么 然后成飞造什么 这东西有分工的 非常重要 全国一盘棋的这样一个 这个 我们过去的词 好多人都不喜欢 叫计划经济 计划没什么不好 邓小平说计划 什么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都有计划 都有市场 全国一盘棋的分工协作体制 非常重要 这保持强势的军费的购买力的水平 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非常重要的方面 还有一个呢 就是美国呀 虽然存量比较大 但是你也得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他那个存量 都是老玩意儿 冷战时期遗留的 当时跟苏联打仗准备用的 是吧 还有比方说 里边有一些人 我是搞不清的 里边具体内容 比如说大部分的四代机 还有什么提康德罗的 加级巡洋舰 洛杉矶级什么核巡洋舰 现在还有一大堆的名字 我都说不上来 说这个东西 现在呢 现在你说能不能用 能用 但是在水面上飘着 那你就是靶子 你基本功能都不行呀 那怎么办 那就集中退役 现在集中退役高峰期 但是都是美国存量优势当中的一部分 这东西你要打一个小国 没准复复复有余 但是你要说这个东西呢 准备在中国人面前比划 这东西最好别拿过的 没用 落后了 落后了 所以 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这种的军力 开展了一种的追赶的步伐 美国人感到一种压力 是可以想象的 美国人听到身后 穿来叽叽茫茫的交补声 美国人要冒汗 也是可以理解的 部队的战斗力 说到战斗力 首先是人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 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但是现在战争呢 这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呢 变得越来越大 信息战争条件下 不是简单的比战船 比飞机 是全体系的作战 作战体系的对抗 还有战斗意志的培养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我们要战胜一切敌人 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 都是需要 但是无论怎么说 中国的军费开始突破2000美元大关 中国的军费 现在呢 钱花的少 办事效率这么高 那是令人高兴的 俄罗斯人认为 美国人不敢跟中国人大打 因为中国呢 不但军力发展 而且呢 中国呢 是个核大国 如果要是两头大象 打起来之后 瓷器店就会玩完 这是俄罗斯的军事分析家 以前我跟各位说过几期这个节目 好多人 对那个事情特别感兴趣 但是我必须强调说 俄罗斯的军事分析家 是站在理性的角度 说正常人的 脑子清醒的人的 这理性分析如此 但是 如果他出战争疯子呢 他出不出战争疯子 好战分子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我们不能把国家安全这个宝压在 他不敢打的前提下 你只有准备战争 才能赢得和平 只有准备战争 才能赢得和平 所以中国军费开支这件事 我本来要说 小编问我 斯马老师 这事敏感不敏感呀 这事没有保密专业级的敏感 但是有人听了以后不高兴 你不高兴 正是我想说的原因 高兴说的根本 今天我们下期见 好戏 好戏 好戏